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 10月2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傅政华落马,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讨论一下 这个题目呢在网络上广泛的被关注和讨论 那么在我们讨论之前,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 交代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和一些初步的一些看法 然后呢大家再来参与这个讨论,参与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请大家 记住两点,第一点 Clubhouse的网友呢 请大家记住一分钟的时间 另外呢YouTube的网友呢,请尽早的把你的观点提交,那我们可以 尽早的准备下来好吗 好,我们下面进入开始进入这个话题准备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10月2号 在网上公布,全国政协 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正在接受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的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他是今年第23名中管干部的 落马的干部 中管干部就是中组部管理的干部 这个傅政华英明省武,农媒大言也落马了,然后我们看到的场景是 举国欢腾,那么成为今年11假期中 令人兴奋的事件 上一次出现这种效果 就是高官落马 这个举国欢腾的情景是谁呢,是网络沙皇卢伟 卢伟当时是网信办的主任,网信办主任大家知道网信办是 专门管互联网 然后卢伟祸害互联网 人神共愤 他在2017年落马的时候,互联网行业一片欢呼 那么这次傅政华落马,比这个芦苇得到的欢呼声更多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傅政华,刚才 刚才有网友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我这里 我再做一些准备,我也做了一些准备 傅政华其人 现年66岁,河北人 1970年12月参加工作,长期在 北京市公安局任职 大家知道北京市公安局是 基本上中国现在最敏感的一个机构,因为他管理着北京市 北京本身就是经济 他是2010年2月 出任北京市公安局长 你要当北京市的公安局长 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受重用的人,而且一定是受信任的人 所以他一直被 被认为,傅政华一直被认为是江派的人 那么到了2013年的8月 傅政华就出任公安部的副部长 兼公安部的副部长 然后15年的1月 中央政法委委员 然后还任这个中央 610办,就是反邪教办的一个办公室主任 2016年5月 这个升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那是非常信任他 到了2018年的3月,政府换届 傅政华离开公安部 任这个司法部部长 已经进入这个这个阁源了 到2020年的4月 年满65岁 不再担任司法部部长 5月19号增补为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的副主任 傅政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21年的9月15号 到17号 他在这个全国政协法治 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去重庆调研 傅政华为什么他的下台会得到这么多人的欢呼呢 是因为他是习近平的打手 我们叫史称酷吏 在他手上有很多震惊中外的大案子 我们数一数 2010年5月 傅政华上任47天 一口气一夜之间 查封了北京四家娱乐场所 其中有一家是谁呢 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知名度非常的高 那么包括什么,明门夜宴这几家四家 就是 基本上是北京最顶级的这个 这个娱乐场所 那么天上人间的老板 是秦辉 秦辉大家知道,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秦辉的发家地就是天上人间 然后他的保护伞是谁呢,保护伞是 这个傅政华的前任 马振川 马振川 在马振川的保护下 天上人间才会 横行那么多年 那么这是,所以 傅政华上来 把这个天上人间打掉 立下这个威名 然后把这个马振川也震住 震住 到了2012年 傅政华大力打击这个网络大V 那么 封杀 封杀大V 控制言论 制造了非常著名的薛蛮子案 薛蛮子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嫖娼 抓他嫖娼 然后是2013年 2013年也办了一个大案 什么案,周永康案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干掉了习近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手 到了2014年 全国扫黄,全国范围大扫黄 把这个最著名的就是把 东莞的这个ISO2000的这个色情行业 一网打尽 一扫而空 那么到了2015年,他就出任610办 610办的主任 针对法轮功进行了多起 办了很多案子 到了2017年7月9号 全国范围 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 就是大规模的抓捕 维权律师 那么 当时 包括律师 包括维权人士 全国范围抓了100多人 100多人 但傅政华的落马 就让大家意外的原因是什么 基本上你可以看,把这个办的这个案子一看 这是帮习近平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 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功臣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功臣 为什么还会落马 傅政华的落马跟另外一个副部长 孙力军的案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那么 你比如说这一次 这次9月30号 11之前 那么中纪委宣布孙力军双开 那么这个 10月2号 中纪委宣布这个傅政华 纪律审查 监察调查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4月19号 中纪委宣布调查孙力军 那4月20号 傅政华在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名单里面就没了,司法部的网页已经把 傅政华的名字拿下 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离职了 那么到了4月29号,唐一军 就是原来习近平从浙江带出来的 辽宁省的省长就接 傅政华 做司法部的部长 那么你看 那么孙力军呢,所以你看 傅政华跟孙力军基本上都是前后脚 这个调查 前脚调查这个孙力军 后脚的傅政华就 离开这个司法部 前脚这个宣布这个双开这个孙力军 后脚呢就开始调查 傅政华,你看这两次都是同步的 那么孙力军呢就大家都知道,公安部副部长 那么 去年的4月份出的事 去年4月19号出的事 然后呢这一次呢就双开 双开写了700字 这个 隶属孙力军的罪状700个字 那么很特别 这在以往呢,通常呢 高官落马 宣布的时候不会讲这么长 都是简单的说一下 王虎职守啊,生活腐化 政治立场等等啊 但这次不是,写700个字 其中有三条 其中三条很特别,第1个 其中一条是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质极为恶劣 然后权力官,政绩官极度扭曲 这三个极度 然后 讲这个孙力军 形成利益集团 做事 做火 成火做事,控制要害部门 公安部 然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善离职守 私长 私放 大量涉密文件 涉密材料 然后呢这个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10月1号 主持公安部党委会议 通报这个 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给孙力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 然后就是公安部党委 坚决拥护,坚决支持 中共这样的党中央的决定 坚决肃清孙力军的流毒影响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这是加成啊 意思就是我是加成 习近平的加成 网上说孙力军 为什么出事呢 说孙力军的专业其实是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跟城市管理 他是澳洲西南威尔市州立大学毕业的 去年疫情期间他就去武汉帮忙 武汉帮忙管事 副部长他又懂英文 又是公共卫生专业 去武汉 那么他掌握一些一线的材料 然后这个 然后就网传 说他把这个武汉疫情的资料泄露给了 澳洲政府 反正澳洲方面 反正澳洲政府就得到了 这个 武汉疫情的这个有关的资料 所以这是后来为什么澳洲政府提出 疫情溯源 其中的依据 从哪里来 从孙力军那儿来 这是一个说法 这是个说法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孙力军的案子跟傅政华的案子 为什么这么 步调这么一致 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牵连 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中纪委没有宣布傅政华的情况 到底出什么事 那么但是呢 孙力军跟傅政华是有共同性的 第1个 都是非常典型的政法干部 长期在政法系统 这是第1个 第2个 既在地方公安又在这个公安部都有任职 第3个 他们两个都担任过 反邪教 办公室的主任 两个人都担任过 那么傅政华之前我们说在2010年他就是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所以呢外面都把他当做什么呢当做江派 你将如果江不信任他怎么能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可能这个岗位 比一个省长的岗位都来得敏感 也都难干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呢都视他为周永康的亲信 结果 周永康的案子就他办 所以就认为 周永康的案子是这个傅政华 给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投名状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网传呢这个令计划出车祸 令鼓出车祸死了 这个傅政华是先向习近平报告 也是交投名状所以 习近平就收了 收了就变成习近平的心腹 那么 所以这个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那么习近平呢从他上任开始 一个 特别是在19大以后 就开始大力侵袭 政法系统 政法系统 至少有8名中管高干部 落马 150多个厅级干部落马 去年 光去年你看啊数一下 孙力军 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这个大家都知道重庆市公安局长 邓辉林 然后江苏省的政法委书记王立科 都出事 再往前推 18大以后 这个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 杨幻宁 孟宏伟 孙力军四大金刚全落马 都是公安部副部长 那么去年的2月份开始 开始就是全国政法干部教育整顿 这是一次非常 就是去年2月到现在还在搞还在搞还没结束 就是习近平对整个政法系统全面清洗 重点对象是什么 重点对象叫两面人 习近平是最恨两面人什么叫两面人 就对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叫这两面人 什么意思叫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你忠诚必须很绝对才行 不能有思念 这是就是要你要做奴才得死心塌地才行 那么9月3号 公安系统 教育整顿 9月3号 然后这个公安部副部长王小红 在这个会上要坚决肃清 周永康 孟宏伟 孙力军的流毒 你看在这个 这个都 都过去五年了还在肃清流毒 然后就9月份 9月份中央督察组 进驻 政法委 公安部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国家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六大中央政法机构 还有31个省的 政法机关 就开始干什么 都查 就查 查这些人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看啊周永康的案子是2015年判 无期徒刑 但是到现在还在肃清周永康的流毒 这得多深呢 这好像是他们的天下 所以 你通过 从周永康 到孙力军 再到傅政华你可以看到啊 傅政华呢 他已经从这个 司法部退下来 去了政协 做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这基本上是一个高干 高干这个叫我们叫 平稳降落的一个标准程序 算是安全上垒了基本上就退了就 这为什么还搞他 这个这是个很 很让人疑惑的问题 5月散人的看法是什么呢5月散人的看法是 这个傅政华作恶过剩 这个作恶多端 把全世界的人全给得罪 所以你看傅政华一落马大家都鼓掌 这习近平拿他开刀 目的是安抚各方势力 给大家一个交代 这个叫什么叫这个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这是我说的 就是目标还是指着什么呢目标还是指着明年的 明年的什么明年的20大 这个后面这部分是我说的前面的部分是5月散人说的 就是他觉得他是安抚各方势力 那我顺着他说呢他安抚各方势力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指着明年连任 那么另外一个看法是什么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傅政华从一开始 就被孙力军牵连 然后这个这个从他从 司法部长下来到现在被查 都跟孙力军有关 所以基本上我们做的这个话题准备就差不多就是一个这样的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讨论的时间 那 看一下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 温惜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尽量的大家简短一点好吗 给大家给其他的网友一些时间 那我们先看看 先看看这个 YouTube上面有什么问题 Amy你那边有人上来吗 我刚把那个举手功能打开如果大家这句话题感兴趣可以举手 OK 我先说一个观点吧 网上有个观点就是这个中外酷吏都是结果都是这个结果 就是组织用完了就处理掉掩盖自己的责任 从张汤 莱俊臣到雅各 雅各达 叶诺 叶诺夫都一样 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是有道理 就说 酷吏的下场是差不多的 就是都没好下场 为什么 用完即气嘛 就说 用酷吏去打击他的政敌 打击这个5% 然后打击的差不多了呢 然后再把酷吏再干掉 然后大家都欢呼 这个效果挺好 这是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观点 一个独裁 人质和没有法治的国家 天天演着一击死 一击鸣 和成王败寇的戏 人性的所有恶都在这帮 痊愈 物欲 赤胜的吸血鬼上 暴露的淋漓尽致 OK 情况 朋友圈有个1949年以来 人民日报国庆当日的对比图 2018年 习近平如日中天时 其个人压住了常委集体照 19年个人与常委平行 20年个人照在常委下面 今年 个人半身照没了 历年都有纪念碑弄花圈照 习的身体很小 看这个人民日报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趣的一个 项目 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人民日报的这个 头版 观察中国官场的一些变化 为什么 因为人民日报要非常精确的反映 中共高层的这个权力布局 就是说 头大头小 权力很大的时候你把他头搞小了 那人民日报的这个总编辑这个脑袋保不住 如果权力很小的是没那么大你把他头放得太大 也不行 其他人有意见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就说你看人民日报的这个布局这个网友说的很对 你看人民日报这个布局你就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的位置 从18年 18年基本上是习近平 政治地位最高峰的时候 那么现在这个18年然后就碰到了什么 碰到了19年的经济低潮 然后就是去年的疫情 实际上你可以从18年开始 往下走 一直在往下走 到了今年当然 现在他在面临什么 要争取连任 那你在18年你不会觉得有连任的问题 那现在他有连任的问题 为什么 我觉得他把事全给办砸了吧 基本上把事全给办砸 好吧那我们现在看看Amy你那边 请网友 上来吧 我们有上来几个朋友 牛汤在吗 我在 好 我听说为什么是抓傅政华 就好像是说孙力军把他给供出来了 可能就这个意思 本来就是说以前只是把傅政华从副部长 调到司法部 好像是一个贬官 贬了之后 就好像平安着陆 但是好像说傅政华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交代 孙力军全部一交代就把他一起拖出来 这是我听说的 好谢谢 OK 谢谢 这个可以这个是一个合理的 这是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你看啊就说 这个孙力军落马 孙力军落马 然后傅政华就从这个司法部长的位置下来 这肯定跟他有关系 因为 然后你这一次呢就是孙力军双开 然后就开始调查傅政华 这两件事情 关联度这么高 肯定有关就是 这两件事情时间的关联度这么高 说明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当然这里面会不会有这个习近平 这个拿傅政华来祭旗给大家看 然后收买 顺便收买一下人心 有没有这个效果我觉得也有 也有这个效果 继续 我回应一下吧 我回应一下吧 我回应一句话 我对于这个议题呢我不讨论为什么 我的节目当中我没有一集节目被删掉我所有的节目都在 关于陈秋实的我的讨论是什么我讲的是什么 请大家去看我的节目 OK 我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好吗 你现在去人身攻击跟本总体无关 所以你可以 不用再说下去了 点点 这个你确实跑题了 如果说在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 OK我们继续吧 不讨论了 那个点点你在吗 我有一个观点然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次这个无论是孙立军下马 还是这个傅政华下马 都还是一个 权力斗争吧 还是属于他们内部的这种斗争 权斗的一个形式体现的 但是 我的一个问题是孙立军这一回他们就是罗列的罪名如此之多 并且有些 就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罪名 您觉得这有什么跟之前的这些贪官落马有什么区别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傅政华现在落马 就是他们两个他们体现出的还是权力斗争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跟什么样的权力之间的斗争呢谢谢 孙立军的落马毫无疑问无论是孙立军也好傅政华也好都是习近平的打手 都是他的打手 如果不是他的打手他做不到这个岗位上 这是第1条 所以所以这个 首先这是习近平的一条狗 无论是孙立军还是 还是傅政华 都一样 都是他的狗 那么他当时的落马现在有人讲是因为这个孙立军泄露了这个武汉肺炎的资料给 澳洲 我觉得这是一个说辞 说辞 那么 大家知道独裁政权有个特征 什么特征 就是任意妄为 所谓 所谓伴君如伴虎 为什么叫伴君如伴虎 君是什么 君就是皇帝呀 皇帝的特征是什么 皇帝的特征是权力无限 没有人能够约束他 所以呢 伴君如伴虎的意思就是 一个不如意 他就把你给办了 这个情况其实在 在习的身上 越来越明显 就是包括孙立军的这个案子 孙立军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 泄露这个机密给澳洲 他的这个罪状上面是有 有一个暗示在这里头 说保留大量的这个这个机密材料 但是是不是真的不好说 是不是个借口也不好说 你跟这个 为什么以前 为什么以前见皇帝头都得低着 一个眼神不对 你不就 出事了吗 一样的道理 现在的习近平做的行为 他的很多这个行为 就有这个特征 所以你说他们中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 我觉得中间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就是所谓的半君如半虎的 一个情况 所以外界呢 老实讲 你想一下 那是个黑匣子 里面发生什么 没有人知道 当然你说这个 中南海听床师 他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 讲故事给大家听 另外一个层面 但是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他里面中间的这种随意性 或者是豁然性 或者是偶然性 在这里面 这是第1条 第2条 权力斗争 老实讲 跑到公安部门是不可能 就是说 习近平对公安系统 对政法系统 抓得非常紧 一直在清洗 不断的清洗 你看这么多 四大金刚全完蛋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这个岗位 不是一般人能坐得上去 坐得上去的人都是 都是洗了好多遍 所以我不觉得像孙力军 像傅政华这种类型的岗位上 涉及到高层的权力斗争 那都不是 但都是自己选过的 包括孙力军 他们都是 傅政华也好 孙力军也好 都是习近平自己选过的 他没有选过的人 都不会放上去 所以这件事情 我倒不觉得跟权力斗争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跟这个独裁政权 跟这个习近平个人的这种权力 跟他的性格 跟他一些偶发因素是有关系的 这就是所谓的 半君如半虎嘛 要不什么叫半君如半虎 一个不小心就把头咬了 就这样 好吧 我是这么看 好的 谢谢 王老师 王健老师 我要跟你提问 我刚才介绍了背景 但是我还没有跟你提问了 OK 班尼 你好 OK 你客气啊 那我问一下王健老师 这个四大天王都落马 是不是意味着 习近平其实是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而且这次国庆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他们的规模啊 什么都比较低调 然后那个又抓了一个大老虎 你对这个是怎么看呢 他是不是自己现在也是越来越恐惧了呢 还有就是 今年国庆这么 这么没有非常嚣张的办 还有就是请那个什么会议来了50国的 都是一些 阿富汗之类的 今年十一呢 老实讲真的是 很有象征性 其实我们在上个题目 上个题目我本来是想讲 但是我又 我们因为在讲具体的新闻 所以我没有讲 Fanny提出来 我就把这个展开说一下 这次国庆 这是十一 你看 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限电 限电的结果是什么 限电的结果就是北京跟上海都不搞这个 叫什么 光亮工程 气氛一下就不一样 但北京呢 北京不能不搞啊 因为北京首都啊 不搞不好 继续搞 但是搞呢 大家心情都不一样 你其他人都在黑暗当中 你这搞什么光亮工程 这个名不正言不顺 但是又不搞又不行 所以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你想一下 今年以来多少事 多少事 没有消停过 今年到现在没有消停过 习近平也忙得要死 各种 灭霸响指 一个行业 一个响指灭掉一个行业 一个响指灭掉 大家心情都不好 都挣不着钱 没有人挣得钱 没有人过得舒服的 包括他自己 你就说 你刚才Fanny说 说四大金刚全落马 其子四大金刚落马 多少落马 你去查一下数据 这个 现在中国的官场没有人气顺的 都不高兴 从上到下没有人高兴 那都是看他一个人脸色 所以你说习近平是不是没有安全感 他当然没有安全感 没有一个独裁者是有安全感 所有的独裁者 独服名贼嘛 独服名贼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人 你说他多害怕 都恐怖 他想干嘛干嘛 干完以后他也得害怕 他不知道后面 会发生什么事 他也不是靠他的本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今年这个11 低不低调呢 反正就 你看这个11肯定不喜庆 肯定是不喜庆 没有这喜庆的气氛 我那天我看这个YouTube上面有网友发天安门广场的那个 现场 那 也是 就是 不喜庆 因为10月份是北京最好的季节 最漂亮的季节 那这个看得过去还是 没那么以前 就不像以前那么有朝气 所以总的来说呢 两点 第一点 权力斗争是有的 权力斗争是有的 而且我相信一直不会停 然后你这次看 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七常委加上那个王岐山在 人民英雄纪念碑 献花圈 刚才网友说这个 以前都会有习近平去整理那个花圈 的这个条子 今年就没有这个照片 但是你看现场的情况 都是黑着脸 没有 都是黑着脸 笑是不可能 但是肯定 这个面色凝重 这是一个 过得不轻松的时宜 大概是这样 我是这么觉得 菲尼 好的 谢谢王庆老师 那其实其他人还有问 那先给其他人 其实我过来还想问你一下这个停电的事情 因为我过来就来了非常多的人 OK 谢谢 好 菲尼 谢谢 那好 下一位 Marco在吗 可以看吗 我是李王庆老师的说 这个是 应该是 习近平的个人的那个 好意吧 为什么呢 因为 把这部地 这么点人心 往往会办出了政治的转变 但是 好像 政策现在就越远 是吧 我想说的就是说 这个问题能不能看出 习近平的这个地位 到底怎么样 我不能这样问的 因为如果习近平不能联任的话 我估计 美国的中央的爆炸 所以这个问题很 所以希望王老师能 执重于这个他的地位到底是 稳固还是 比较 危机 这个 调一下 说完了 我觉得习近平他的 如果他的政治对手 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讨论他的政治对手 政治地位的问题 习近平已经把该干的事情干完了 对吧 你想一下 从党史教育开始 今年开始 把所有的事情 他能做的都做完了 他甚至要重新 重新写这个关于历史的决议 他重新写一个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你想一下 这是个非常大的工程 他把自己装进去 所以他基本上能做的 当然这些都没有超过过去中共党史范围 中共党史都干过 他没有发明新的东西 都是在原有的技术上 修修补补再搞 把自己装进去再搞一遍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习近平为了连任已经把能干的事情干完了 那他的政治对手会干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狙击他 或者是跟他争夺的话 应该是连任的问题 连任的问题 对于习近平来说 其实大家要知道 中共的权力 大部分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选举 就是在一场大会上 最后得出的谁站到这个位置上 那是结果 那你要确保你的位置 那你要把人安排好 把人安排好 那你就要开始清洗 这就是你看到 习近平不断的换人的原因就在这里 他也不放心 不知道这个人 说得好好的 到时候会怎么投这个票 也不好讲 所以这里头就 我觉得他的政治对手 也在准备 准备什么呢 准备在那个20大上面给他来一下 让他连任不成 所以应该是 应该所有的 所有的争斗 都围绕着 明年的20大展开 那这里面涉及的就会是 主要是涉及到什么 人头的问题 那谁坐的这个位置上 我有没有能力把人安排到这个位置上面去 安排到这个位置上去的这个人 他看我 是不是稳固牢靠 他看我不牢靠 他就反水了 所以你也不好说 你要确保 坐到这个位置上的人 我是可靠的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不断的说 要抓两面人 要反对两人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 其实不是讲给普通人听的 其实是讲给那些坐在这个位置上 有投票权的那些人 讲给他们听的 你要是干什么 我就搞你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你开中全会的时候 他真的不投你的票 他真的不支持 你那个时候突然反水 你也真没办法 习近平现在的位置呢 他的权力很大 他能控制很多事情 但是问题是他控制不了那个中全会上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American 你能让我把话讲完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 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些 片段性的现象 但是其实这些现象背后都有一个 关联 就是跟习近平连任有关系 因为对中共来说 或者是对中共党内的高官来说 或者 其实对中共来说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权力就是一切 没有权力 一切都没有 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好吧 我再问一下 他的权力心情 是后面老人家族的权力呢 还是 跟这些现任的掌权 跟公安部部长关系不是很大 不大 跟公安部部长关系不大 对呀 也不是 也没那么简单 也没有那么简单 中共的权力架构非常的复杂 他不是说谁单独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全能定下来 如果习近平能把这事给定下来的话 就没这么多事了 就是因为他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非常的复杂 包括老人 老人是有影响的 包括江泽民 包括胡锦涛 他们是有影响 那么包括那个什么呢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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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诸侯也是有影响的 也不完全是没有影响 也有影响的 包括什么 包括各个 各大 各大的这个山头都有影响 所以 他 所以要了解中共的权力架构 你才能够了解 甚至你要了解这个权力运行的模式 就说 这个人到这个岗位上 中组部 是怎么运作的 谁能影响中组部 中组部在运作这件事情上 他要考 要听哪些人的意见 等等 这都会影响到 影响到他的权力的运行 影响到后来 后来的结果 所以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展开了讨论 大概就是这样 政治老人有影响力 现行的各方的诸侯有影响力 然后现行的政治局有影响力等等 都有影响力 但是他都不是绝对的 所以中共的特征是什么 中共的特征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 以前的元老院 加上这个微虎山 有点像这种情况 八大金刚 然后呢 后面有元老院 把它结合在一起 上面做了一个座山雕 座山雕 一把枪 啪 把你打死了 他有这个权力 他们打死你没事 但是呢 他有得考虑这些事情 所以 很多事情就不能一概而论 好吧 好 谢谢老师 下一位 轮胎在吗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富正华诺马到底是什么事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富正华诺马到底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富正华诺马到底是什么情况意味着什么 我们周 我觉得这个轮胎 你可能是晚晚了 因为我看你在台上已经一会儿了 好吧 其实你可以回头看一下王老师的这个 有晚上的频道 那我们下一位啊 下一位那个 蔡迪在吗 还在 讲两点 一个是 刚才你讲说那个周永康 周永康的案是富正华办的 你这个不正确 因为维基百科都写了 周永康是常委 傅真华 呃 才是个副部长 他怎么有权力办周永康的案 就是维基百科都讲 周永康是2013年12月中央政治级常委决定 然后要进行对他调查 2014年7月29号宣布对他进行的 那时候13年那个傅真华才刚升上公安部的副部长 这是一点 你刚才讲说天安门那个 就是那个黑着个脸 那是在 每年10月1号你只能攻克没做好 那是在盗链死去的那些革命的前辈 那你不能嬉皮笑的 说完了 OK 第一个 当然 办这个案子当然不能是傅政华自己就去办了 这个你说的没错 肯定是中共中央做了决定 但是具体的一定会有经办人 理解吗 所以有军办人 谁是经办人 他就经办人 我讲的是这个 不是说他查到了 查到了这个 这个康师傅 有问题 抓了他 办了他的案子来报工 不是这样 他是经办人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说的没错 那他是 叫烈士纪念日 烈士纪念日常委 肯定没有嬉皮笑脸 肯定不能嬉皮笑脸 这个话没错 但是 是不是不是嬉皮笑脸也跟表情也不一样 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没问题 继续吧 好 谢谢 下一位是 安雅在吗 我在 我实际上是有一个问题想 我实际上有一点想不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不明白的点 就是说 你看现在是20大 然后 正 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 然后这么多的重重压力 另外一个 这整个的 内部社会也是风起雲涌 很多的 这个潜在的危机在潜伏着 对于斯文平来讲 他现在正好是佑人之秋 所以 像傅政华也好 像苏立军也好 可以说是 在他 夺权上位的过程中 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现在不是应该 正好是用这些 因为用一些个 没有跟他有过这样的一些的 经历和交集的人 新人 还不如用这些老臣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去 去办理这些人呢 所以这是我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我的问题是 就是说 现在 实际上中国官场不是现在 这几年以来 都是 真是 就是说这些高层的官员 就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那如果说 大家这些高层的官员 看到了 习近平 对他曾经 对他立下过 汉满功劳的 这样的众臣 都痛下杀手的话 那么对 目前的现在的这个官场 会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用 这些官员的这些心理 那会不会就是说 在二十大中 更会让大家 铤而走险 就是 就把他推翻了 这个就是我允许 谢谢 好问题 非常有水平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当时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想过这个问题 你要去办 傅振华 傅振华帮你办了这么多事 能办你办了这么多事 是你的功臣 说功臣一点都不过分 那你去办他 那等于现在帮你办事的人不就寒心了吗 对吧 吐死胡悲呀 所以存亡齿寒 你能办他 那以后你也能办我 那谁 谁愿意呢 所以这件事情 这里面就有两个因素 我觉得要考虑 第一个因素就是 习近平的心态了 这里面就习近平心态了 当然我觉得他会不会通过这个行为 这个行动 警告他们 会不会是这个想法 有不有这种可能性 就说 你看 傅振华我都办 那只要你 不到位 只要你不听话 或者只要你有问题 我连傅振华我都办 你们这些人 你的老老实实给我呆着 这是一个可能性 这是一个想法 另外还有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任性 就是你要知道在那个位置上面 他不缺人 刚才您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他现在这个时候 正想着连任啊 非常需要人 支持他 但是你要知道 他坐在那个位置上 他不缺人 谁都找他 因为他有权利 谁都在巴结他 所以 这就是 独裁者通常有什么问题 有对世界的这个判断的问题 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怎么判断 你比如说 袁世凯 英明生物吧 那么厉害的一个人 近乎完人的一个这样的人 他坐在那位置上 他不知道 他看到那份报纸 原来是专门为他自己印的 这就是独裁者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判断 是不准确的 他会有 他会有偏差 希特勒 希特勒也会偏差 他为什么做那么多愚蠢的事情 同时打两场战争 同时在 他做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 他导致的他的最终的解决 纳粹德国的最终的决定 结果 所以这里面就是 独裁有独裁的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 他非常的有效率 他非常 资源非常的集中 但是问题是 他的判断 他对世界的理解 是有偏差的 这就是我们说 如果你用理性的 平静的心态 去看傅政华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不大合理 这个时候办这个事情不大合理 但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想的事情 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 和他的处境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会不会中间 刚才有个网友提 说这个 这个孙力军把他咬出来 我们不知道他咬出了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这个关联 就是 孙力军跟傅政华之间 的关联是什么 这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这中间有什么东西就不好说 所以对 中国的新闻难点 就在这里 你总是会碰到很多窟窿 这窟窿有的时候填不上 填不上你的逻辑呢 就有的时候 就有大量的不确定性 好吧 这我们讨论就好玩啊 因为太确定就不好玩 你的信号不大好吧 我们听不清楚 断断续续 能找个好点的位置 再说一遍吗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 你说 你再说一遍 我就说 就是说 会不会有国际的势力来介入中国的战争 就可能会不会这个皇帝之上有一个太长皇 就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即使中共他的建立本身他取得中国 也是依靠大量外国的援助 比如说苏联的 各种人员 还有各种间谍等等 那么就说在这个世界中 会不会中国的一些权力斗争他也是有很多国际势力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 还有共集会啊等等他们的 这些参与 共集会 共集会参与到中共的权力斗争当中去 这个我是没想过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我没有看到有任何这方面的 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外国势力介入中国的政局 不大容易 不大容易在哪里呢 你不可能自己进去吗 对吧 你不可能自己跑到那去 做这个事情 那你就要有代理人 代理人帮助你实现你想要的意图 影响的意图 那这些代理人怎么发展 你要得跟这些人有接触你才把他变成你的代理人 或者是你已经把他变成代理人然后 再让他爬上去大概是一个这样 我在做中国新闻过去20年 我没有看到 这个外国势力怎么去介入到中共的权力斗争因为中共的权力 结构 相对封闭 它基本上是个铁桶一样 相对封闭 它不是个开放的社会 那么在这种封闭的环境当中外国势力干预的 就是他插不进去手 基本上没有工具 也没有落脚点 也没有我说的所谓的代理人 他没办法做这种动作 你说我培养一个人从初级干部开始 我就收买他让他慢慢往上爬 这个失败率可能太高 这个投资太不合算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看不到 外国势力 你说的共济会 共济会 我没有 我没有看到这个现象 好吧 OK 油管这边 观点 习近平只要明年连任 就犯了独裁者反人类罪 而且后面的终身制也杀不住车 感觉他连任不了 这是大部分的期望 但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历史总是选择最坏的结果往前走 你想一下 中国历史 近代史 再往前我们不说 近代史你看一下 中国的近代史都是朝着最坏的结果走 习近平连任肯定毫无疑问 破坏了 破坏了两样东西 第1个破坏了中国权力 权力这个 转移的和平模式 时代就结束了 那么在中共建政 中共建政之后 那么中共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平稳的有规则的移交权利的模式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这个江泽民 江泽民开始 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中共已经建立一个 有规则的 权力移交模式 或者权力转移模式 就是隔代指定 那么隔代指定到了习近平这里 刚刚 刚刚第三代 习近平就把 如果习近平连任的话 就把这个规则给破坏了 这是个非常坏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中共党内的问题 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 中共建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这个国家生活的所有人都会有影响 这是第1个 第1件事情 第2件事情 如果这个规则被破坏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共又进入了一个无序的权力争夺的状态 就说 规则是什么 规则是确保大家 对未来可以预期 比如说这个人 干10年他就下去 这是一个可预期的结果 当你破坏了这个结果的时候 那你就未来就不可预期了 你不知道这个人干多长时间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 那你就基本上没有希望 因为不知道他会干多久 所以这是一个中共的权力变成一个 我们叫政治风险 就变成一个无限大的政治风险 所以 这个网友说得很对 基本上没有人希望他连任 除了他自己 除了他自己 但是 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中国历史 一个坏的 两条路让你选 甚至三条路让你选 好中差 中国历史总是往最差的这个 这条路上走上去 观点 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法治精神和宪政理念 如果习近平明年连任 中国未来100年都别想翻身了 这话说得有点狠 但不无道理 观点 习的地位有所下降 所以时不时杀杀鸡敬猴 让他们保持恐惧 这一点有点道理 这个很对 这个提醒了我 那么这句话呢 之前我们 我们在做一个节目当中 曾经谈到过的问题 以前的中共呢 对待其他国家 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用吸引的方式 你看我多好 你看我多厉害 你看我多优越 想办法 我给你钱 我给你好处 你跟我混吧 以前是这种态度 以前中国是这种态度 现在中国是什么态度 中共什么态度 我与其让你觉得我好 我还不如让你觉得我坏 与其让你觉得我有吸引力 我不如让你觉得害怕 这是一个 用恐惧 用恐惧 去管理 这个是有 有道理的 这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习近平的思路 思维 所以用恐惧来管理 用恐惧来控制 这是习近平的 特征 也是这两年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特征 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为什么 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要 搞傅政华 搞傅政华 可能就是杀鸡进口 给其他人看 不服是吧 不服 你看 这就下场 服 不彻底服是吧 那是下场 观点 中国的政治斗争 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的形势 就像潘多拉的盒子 一旦打开 都会杀红眼 就算毛也绝对不能杀住车一样 习一旦打开这个模式 那就再也杀不住车了 我觉得 我觉得 中共一直就是杀红眼 中共从他建立的那一天到现在 一直就是杀红眼 没有不杀红眼的时代 都是杀红眼的时代 这个我不同意 中共的党内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 从毛泽东 一路下来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都是这样 观点 独裁者的弱点是不信任任何人 比如毛 最大的乐趣就是整人 所以从高岗到彭德怀 刘少奇 到林彪 整人换人 会让独裁者 有成就感 安全感 现在 可能习才刚开始 有道理 提问 孙立军和王立军有可比性吗 有啊 后面俩都是立军 前面性不同 孙立军 王立军呢 就是薄熙来的 公安局长 那么基本上算是个家臣 孙立军对习来说呢 那还有点远 一个公安部副部长 对习来说那 门进不了 所以两者没有可比性 观点 父王梦都是先主席遗老遗少 所以不安全 也有道理 观点 傅政华作恶过剩 就是2014年毁掉了东莞的娱乐业 傅政华做的最大的恶 就是2014年毁掉了东莞的娱乐业 东莞的娱乐业每年为东莞 创造600多亿的GDP 现在东莞百业凋零 再也没有以前的繁荣 我不同意 娱乐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娱乐业建立在制造业的基础上 东莞要是没了制造业 东莞就百业凋敝 东莞现在 东莞现在百业凋敝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制造业被赶走了 制造业赶走了 然后再把房价再打下来 那东莞就基本上你看得荒漠一片 就这个道理 观点 狡兔死 两狗喷 习子重用自己的江下人马 傅政华当年举报有功 但是如此反骨杀主之人 习 总有必有戒心 狭隘低能的小学生 只会用恐惧去管理 提问王老师好 好像董卿也被带走 请问有什么关联吗 我没有听到董卿被带走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情况 国庆假期去乡下玩一玩 几个月没去 突然在农村交通要道 见到落大的红色广告牌 写着伟大的共产党万岁 一瞬间剩得慌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万岁 加速倒车 OK 提问 回顾习10年的执政 请问有什么开创性的建树 现今世界形势和10年又有什么不同 对于中国 我建议你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我们节目有一个节目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习近平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的危害最大 对中国 中华民族的危害最大 我觉得那个可以考虑 他有什么开创性 他有什么开创性 我真看没看出来 习对中共来说是不一样 那么你可以看到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什么意思 改革开放就是改弦更章 改弦更章是干什么 改弦更章就是放弃原来的思路 改变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 中国的生存方式 就是计划经济不灵了 要搞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不灵了搞市场经济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 所以我们以前我们讲中国是一个转型的社会 它不是说仅仅是市场模式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经济制度的问题 它是整个的社会制度要改变 你否则光经济制度怎么行 所以呢 它是一个整个的社会制度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以前我在 美国之音在采访我的时候 我就讲 我讲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给中国人民一个希望 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中国的希望是什么 就是不能再 再搞计划经济 不能再搞社会主义 要搞什么 要搞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什么 资本主义 中国人才能获得财富 才能够有希望 习近平对中共来说 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说建树 我觉得那不是建树 那是毁 把中国的希望给毁掉 是什么 就是重回 社会主义制度 之前江也好 胡也好 他不能讲 不能讲我要搞资本主义 他只能讲我搞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你不搞资本主义哪来的市场经济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你实际上你最后的习近平 最后 把这个不忘初心 把这个中国梦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 他干什么 他得搬回去 把中国再搬回社会主义去 把中国再搬回原来的体制当中 中国还有希望吗 这是把中国人的希望给带走 这就是 过去10年 习近平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观点 开创性就是修改宪法 无限期 连任 我不喜欢说反话 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的话 我跟你没话讲 观点 秦始皇巡游天下 刘邦看到说 大丈夫当如是也 项羽看到后说 彼可取而代之 没有有序的接班 就可能出现这种彼此的争夺 血淋淋的争夺 封建王朝 当然你现在有人 不一定同意这是封建王朝 但是我们 已经习惯了这么去描述 我们继续这么描述 封建王朝是有秩序的 就是根据血缘关系一代一代传下去 秦始皇叫什么 始皇帝嘛 我后面还有一个个 秦二世一到万世 其实原来的封建王朝 它是有 权利传递模式的 那当然你说像这个刘邦啊 项羽啊 这都是反贼嘛 反贼是要杀头的嘛 这是原来的秩序 原来是有秩序 中共没有秩序 封建王朝是有秩序的 鸣谢 谢谢 Efficient 我不知道怎么读这个 谢谢 唐伟 谢谢 好 我们今天YouTube平台的直播 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Amy 交给你了